大家好,歡迎回到 NHK 廣東話軍事頻道 節目是軍武器言,我們節目主持人 Larry 這一節是世界徒外消息的情況 這一節除了我之外,還有另一位主持 司徒永,你好 你好,李永 我們就開始了 關於美國這邊的航母大改造 大家知道我們關心的CBN 70 之前入了廠大修製造 主要都是負責F35C上艦之前的改造 所以這次都頗重要性 就是下一手CBN 71羅斯福號 接下來就要轉目講 由San Diego轉到布林麥頓那邊 布林麥頓那邊就去到華盛頓州 即到西雅圖,即到千里之外 所以這次也很大陣仗 司徒永,對不對 你看到肯亞和坦桑尼亞 有這個動物大潛勢 我們人類都要做一次大潛勢 這次不少事情 都大緊張 因為羅斯福號上面 都有3000個水秀 他其實會連同他的家人 7月份 一起去大潛勢 搬到布林麥頓那邊 進行大改造 主要是給未來的F35C 這個閃電航 做F35C的機器 改裝 還有一些保養 因為其實之前他都做了一個雙泵 其實都非常之雙筋動骨 所以這次就趁這個機會 連同這個維修upgrade 就一次過做 繼CVN70之後 就成為第二手F35C ready的球空母艦 所以大家這個都幾興奮的計劃 應該他一過去 大概7月就開始搬 搬到布林麥頓 大概9月就開始做這些改裝 始終要適應檔驗板那些要做 另外有些武器、智慧系統 它們上面會upgrade 然後船體整修 剛才先都已經說了 雙泵之後又要整理它 就算去方向陀 推中軸、撩等等 全部都要再整理情況 所以其實CVN71 當然之前都很慘 大家知道 武器的時候就中招 接著又出港 雙泵等等 所以CVN71也是頗煩重的一個艦 還有大家要留意 就是我們之前提及的 F35C接下來會先上尼米茲級 福特級就不太快 它上的話 我們經常都在想 其實它會上哪一架尼米茲級 我們說到68至69都不會 老人家 那就不要它這麼聰明 聰明 還有尼米茲 正常推逆的時間表 大概是2025年左右 所以 我覺得是2025年 当然我们估计应该会再久一点 有机会可能是2027 但你见到2025 埃森无威尔都是后会几年 2030年前左右 所以你见到你放上去是浪费的 战神号我们估计虽然是CP70 但我们认为它应该会再挨久一点 所以70上得应该做数 71,72,73,74,75 我们现在照看,CVN71事实是一个比较适合 因为71来说,70之后到它 而且它现在没有什么大维修 72,林肯浩应该又是一个理想的candidate 73,大家记得73之前已经进了厂,做了RCOH 所以它要做大收的时候应该没那么快 74是正在进厂,即是准备进厂做大收 75,整天都说这辆要剪掉它 还有它又未做中期大收 76,77的case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它弄修,似乎比较理想的candidate 70之后都真的到71 所以大家就预备了 71可以整修 还有,接下来每一年的budget 去买F35C中队 其实你最快都是一个财连入撥 大约10至15架 如果你去装备的话 接下来真的有机会 即是我们说的卡尔文深号 可以先装备到全組 在卡尔文深号上 是,F35C没错 剩下的数目就应该由CBAN71 一直加上 按计这个改装应该不用太久 所以我们估计2022年有机会 去到年尾左右 我相信都差不多完成了 10个月会比较松 很有趣 CBAN71 大家有没有留意 CBAN71 大家有没有留意 他的母港是在西岸 他没有说在西岸 即是他未来再出击 C老兄 他都应该会在雷亚太区里面 即是接着卡尔文深号 去巡逻一下 所以大家有没有留意 71的母港 如果搬到布里麦顿 跟这个尼米茨一样 西岸也是来太平洋 72林肯浩呢? 很特别 林肯浩原本属于东岸 所以大家发觉 林肯浩你多数看到他 其实他是在中东 即是他调配在第五艦队那边 但现在因为74 调了过去 74调了过去的东岸 因为要入床 他又拨一手过来西岸 很平衡 很奇怪 或者接下来有机会 C老兄 F-35C全部都在太平洋 我们最想看到这些 非常精彩的照片 或者看看什么精彩的演习 会做出来 因为现在其实只有 一只 卡尔文森号 接下来会去太平洋 如果有两只 那可能 他的战术上面 会更加多变 或者可以 做一些不同的战术 和一些可能 分配 在太平洋上面 会增加大威胁力 和对南海的航行安全 会更加有保障 是的 还有我估计 很多网友 很想CVN 76 即第七艦队 即这一架航母船 他快点 安装F-35C 所以你们经常性 根本是在印太地区 长期有一架F-35C 闪电航母 不是说队长号那些 只有十架 十二架 而是说上面有整架 即是两个中队 这样的情况 要观察 即我们要继续观察 76应该有时间 都未到 他做这个闪电航母 大家再等一等 但印太区很快 你真的会见到F-35C的情况 好 另外一个新闻 也想跟大家更新 关于美国海军那边 美国海军这边 另一个情况 就是上次海军F-22 即我们说 22年的财连 递上去 包括其他船艦 飞机 那些製造的情况 现在海军那边 有些修改 包括 他们会拨回17亿 下来 拨回17亿 主要购买很多不同的军备 其实你不要以为 突然间他们大发慈悲 即派钱 纯粹在R&D那边 吸收16亿 其实真是左交右 左带右带 转来转去的情况 可以再采购更多不同的武器 我们交给司徒卿和我们更新 司徒卿 究竟海军 整个预算上 有什么增加了 还有 背后的故事 好吗 好的 其实最主要的变动 应该是 由一只阿里巴克级 变成两只阿里巴克级 即是未来 他会变成两只阿里巴克级 在采连22那里 为什么呢 因为原本海军 一早就已经和船厂 他做了一个合约 那其实如果他下年 他只是做一只 其实他就要赔钱 所以可能就度过 那就没必要赔钱 所以呢 就在这些预算上 做一点点手脚 就令到他们 就可以再买 多一只阿里巴克级 驱逐艦 那就 就复权回合约的要求 但是就相应 那他其实 就原本就是买八只的 船的下年 那就 原本就是一只阿里巴克级 两只维珍尼亚级 一只的 升族级的作用攻击 是的 升族级的船 但是现在他加了之后 其实他就会在 支援上面的船者 就减少了 那其实他就有一些海军 拿来做一些拖拿 或者搜救的船 其实他就削了一只 所以他其实总共呢 他其实都是做一把 只 不过呢 就攻击性就强些了 那变了 那个 对应其实他们现在 国会其实都 都 经常性都说 就不想二零四五 才做到一个 战力的 战力 那就希望 比较近 就已经有一个即食的战力 那所以就对应 这个国会的策略 那另外 有些其他的 改动 例如就是 关于那个 珠及大黄蜂 FA18 那原本海军 下年呢 就不打算 购买任何的FA18 但是 经过国会 的听证会 之后呢 其实就再增加 12架FA18 EF 超级大黄蜂 另外呢 就会再买多了 两架 仲华王 CH53K 那原本是9架 那就变了11架 那海军就注入这些 那另外 空军其实都会有些 改动的 那原本他就 MQ-9 那无人机 那原本就没有 下一个财团 就没有拨款购买的 那现在也 都 购买了6架 另外呢 那另外呢 F15EX 那这个 原本他就 下年就打算 只是买12架 那 那 国会就希望 他们再买多12架 那就是 其实下年呢 就会买 就是 24架 F15EX 嗯 那 但是 那 相应呢 就其实 还有少少 关于 这个 你来年的预算 那其中一部分 就是关于 海军 那海军 原本下年呢 就会退一大堆的 战艦 那其中 就包含了 三艘的 自由级的 那今次的法案里面呢 其实他也都要求海军呢 就不要退役这三架自由级 另外就 就是 海军的核巡航导弹 就是托密殼 那里呢 其实也都 擱置了 OK 主要就是这些 是啊 那我们呢 都会观察 其实他这些 变化后面的理由 和影响的位置 那他将来 会加回 12架 这个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觉得 制空力量不够 还有呢 其实我觉得 制空力量不够 也挺可憐的 你看看EF 制空力量不够 到现在 第三个批次 Block 3 之前有试机 好像也有些问题 应该 我们现在看 就是 启动外形那边 也有些问题 究竟是否 適应油箱的位置 適应油箱的位置 其实之前 F16B 改型的时候 它也是上面 两个书包带 大家看到 两肩带都背了上去 但是 F16始终 它也是属于 陆基型 即是在陆地降落 所以 我想 雀蓝 雀蓝的问题 应该没有太大 但是 如果说到 超大豪风就不一样 它又要有AOA 我们经常说的 公角 公角的位置 影响到 雀蓝的性能 是否有机会影响到 它的气动外形 搞到 现在好像不想不落 有个说法 就是说 第三批次要上 最快的方法 就是把气动外形的收轨 減到最小 意思就是 安装IRST的甲仓 IRST21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书包带 要拿走它 拿走它 它对Block 3很大打击 因为Block 3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增加航程 增加航程 你售海军 就觉得 真是可以拿来顶一顶 F35C 还未上得 加了航程 尤其是中国这些大国 即是我们说 它们的A2AD战术 它们的闲闲地东风都射1000英里 你再拉长一点 甚至乎 再加一个MQ-25 勉勉强强也有机会 在它的导弹发位以外 就开始攻击了 你说Block 3的打击 也不小 但是现在都抹回12只给你 其实算是挺给面 我也觉得是 因为海军原本 已经request了20架F35C 其实波音在来年的预算 除了KC46之外 就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合约 所以这次 不知道是不是海军 或者国会 见波音 可能这段时间都没有什么生意 或者有些 想给他一些输血 输事就给了面 那就买多12架F18 给他 不止的 你想想 刚才你又说了 又买多些F12X 其实波音真的是止血 又会多些货 去指一下KC46那宗血 那宗血 那宗血 很久 我看他又是继续失血 好像说有6个Cat1的DFact 好像要修复了 你想想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KC46 这么大灾难 波音真的好像做不到 最基本的责任 你感觉 你做一些project management 你是不是应该 那些错误 那些低级的失误 不应该出现 这么大的错误 真是很奇怪的 没错 是 所以我想他未来的 下一个加油机计划 他会不会有 跟Airbus 又跑过首歌 究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 是啊 不过海军也是鼓鼓滑滑的 大家看到今次 最后国会大爷 都没办法的 他都说要批准一架蓝给你的 对不对 你鼓鼓滑滑的 就说要一架 根本他的计划 就批准一阵 最后就预计了一架 你八级 预计了你付钱 就赔完那架 那些钱 不如拿来赔一下其他东西 喂 好奸 海军 我觉得这些是透露 透露 真是猜到你了 所以都没办法 都只是赔钱 而且始终有两间厂 不想影响他们的营运 我们有交代过 其实现在大型水面栏 概念会令到这些厂 营运都很艰难 就算你有Constellation 这些船厂 其实它都是船仔 也不是大船 利润是低很多的 所以都挺惨 究竟Hunting & Ingalls & Bath 究竟Hunting & Ingalls & Bath 如何捱下去呢 都会是一个 我们会谈讨 什么影响战力 也有些国外媒体 美国有时影响 即是他们的造船能量 即是他们造船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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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处理好 否则打大战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不够厂製造船 即是去不了二战时的层性 但大陆多多都有 他们真是江南造船厂 他们有好几个造船厂 武昌造船厂 互东造船厂 江南造船厂 大连造船厂等等 国家一声明明 就去就有 好 另外 司律卿 另外也有关于LCS 在南海或西太平这边 调配的消息 没错 其实目前南海这边 就有两架LCS 就已经配置了在南太平洋 一架就16 一架就18 那没有说 应该一个就在张仪 一个就在关岛那边 另外海军其实也有消息 接下来就说 在年底之前 再配置六架独立级的LCS 就去南太平洋那边 就形成了这个 一个八支的队伍 那就做一些 可能做一些航行自由的任务 就作为这个 在这个FFG 未有这个 未准备之前 也都不想 整天就 有些航行自由 就劳动到DTG 的话呢 那就用到LCS 独立级 就可能就会 接下来就代替DTG 在南海做这个航行自由 那你一见 就好像独立级就委以重任 自由级就似乎慢慢要退出舞台 我觉得自由级的前途就是坑移 因为其实本身原本那个 国务预算里面 其实它要退过三艘的自由级 其实里面有 出厂年份 其实都是非常之短的 其实有一艘没有记错 最后是2019 那一艘就是2017 其实你看一下 其实一艘船的 服务预算 通常都价值30年 有些可能长期 其实还是少年 他们就要舍弃他 好像就不太划算 不过就因为可能 自由级本身 一直都有很多问题 特别是他的车 也都试过几次 就要中途 要拖船拖回去 可能海军对他的稳定性 也抱有疑问 所以现在其实 见到海军的方向 都是会比较偏重 去用这个独立级 如果看回海军目前的合约 其实独立级 一直都是按计划这样做 反而自由级 其实已经全部都持续了 所以可能就要等 Loki Martin 完全确定了他的问题 或者可能其实 海军已经完全放弃了自由级 打算就 专注独立级 去作为这个 在这个FFG未有之前 作为一个轻盈的 艦船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就算Loki Martin 自己都好像想放弃这个计划 他们好像是一些船厂 来近都想专注做FFG 所以观察 会否反过 就是Loki Martin 自己都放弃了自由级 在现在新加坡这边 配合了LCS 好像他们的后勤部队 已经会放在新加坡这边 有些什么可以直接做 就不用了 又要做公司 又要传一些人过来 又要搞一段时间 其实这样都蛮好 因为其实本身 国会 sorry 海军那边都批了一些钱 给Jana Dalimic 其实他都会在一些 亚洲部署一些 作为一个维修和升级 专门就是forLCS 其实也包括了新加坡 和贯道 所以其实LCS的重点 活动范围 其实应该都是南太平洋这一边 所以你见到 这个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 你都会见到LCS在穿梭 其实做自由行动任务 其实挺好 你不是每次都要DDG做 其实你用LCS做也没问题 暂时在和平时代 你都未见到对方会开货 而且LCS始终 如果它Modular的位置 真的肯放一些钱 它都可以做很多任务 甚至我们做水面蓝艇打击 例如NSM在上面装白飞 做一些反潜的装置 包括它上面 都可以放一些反潜的直升机 这些完全都没问题 如果这些位置可以做 职纳级也有它的作战效能 而且它有样好 它的数量上来 可以填补到第七艦队 有时不够艦队的情况 变成DDG不用经常疲 我会试过之前 在东京那边 盲横衰鹤那边军港 试过炒DDG 那时的投诉是因为船员不够 操得太厉害 操得太厉害 不够你不如将责任交给一些 烈度比较低的责任交给LCS 很适合太平洋这边玩 虽然太平洋这边 也有些大风大浪的位置 但多了一百个小孩在这玩 都可以 八个罗汉都能做到很多东西 哈哈哈哈 观音量加到八个罗汉 都是能做到东西的情况 我们继续观察 今天来到LCS在第七艦队 这边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而止尝组 我们也要继续多多观察 这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帮忙看广告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Patreon影片频道 支持广东话、军事文化 另外,可以课金在银行、Payme 和全数化 大家多点留言、like和share 订阅数 如果大家多点留言、like 可以将推荐频道推高一点点 好,我们在另一节 世界朋友的消息再见